国民党准基隆市长征召人选 现任的国安会咨询委员谢立功 在今天下午亲自拜会了市长张通荣 获得市长支持 而有趣的是 谢立功是在立委谢国良的陪同之下 搭乘了坐车来到了市政府 而立委徐绍平也在早一步 在市政府大门口来站下 可说是获得了国民党 在基隆三大政治势力的完全支持 国民党准基隆市长征召人选 现任国安会咨询委员 前移民署长谢立功 今天下午亲自拜会市长张通荣 获得市长张通荣的权力支持 我是听从党的一个指示 我个人也不能去做什么推荐的一个动作 我是由党来指示我 来支持我们党推荐的一个人选 我们会潜意以后的来拼我们的盛选 弗选的工作怎么来进行 我一定要配合这个党提名的这个候选人来进行各项我们弗选的工作 这部分我要绝对的要这个跟党好好的来配合 让基隆还是以蓝天白银笼罩在我们基隆才是最好的 我非常的感谢张市长支持 其实就像市长讲的我们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所以刚才这个这个市长这番话给我 我等于是打了一记强心针 感谢 巧合的是谢力公抵达市政府之前 立委徐少平刚好请司机到市政府对面台营办事 徐少平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赞扬谢力公 是选基隆市长非常好的人选 谢力公也在昨天台风天亲自拜访过前市长林水木 同样获得林家班支持 亲自到我们家 因为他跟林老师也熟啊 对不对 我们对他很了解说真的 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就是老老实实 诚诚恳恳非常谦虚 跟我们目前另外一位完全不一样 我原来台风天天满掉了 他聊天的时候 我那时是好像出去跑一个新城面 不在 只有林老师跟他谈 那林老师说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 我们全力支持 全家全力支持 全家全家一定全家 徐少平也强调 不仅他们家全力支持谢力公 谢修平和立委谢国梁父子的恶性集团也全力支持 谢国梁有支持喔 谢国梁有支持吗 当然支持他推荐他 所以我说谢国梁我们都支持 就像我们自己在选举一样 那谢国梁也一样啊 要像自己选举一样 将来拼的话 你说怎么会没有希望呢 谢国梁他们家还有他们的组织一起发动嘛 对不对 我们有我们的人脉一起发动 你老师有答应了 已经答应了 话才刚说完 谢力公就由立委谢国梁亲自陪同坐谢国梁的车 到市政府拜会市长张通龙 营造恶性集团谢家班全力力挺的架势 在巧妙安排下 谢力公在最短时间内 同时获得国民党在基隆市三大政治势力的全力支持 而根据了解国策顾问郑锦州所属的市商会 以及体育会系统也答应全力支持谢力公 因此国民党在基隆市的四大政治势力都表态支持 谢力公已经获得第一步最重要的整合工作 不过谢力公也强调会在早时间亲自去拜会 同样参选市长到底的议长黄锦太沟通协调 沟通是绝对需要的 那之前党部也一直在努力 我想我自己也会努力在这个部分 跟黄议长这边 大家多讨论多沟通一下 我相信怎么样能够让国民党提名的人 能够对基隆的发展最好 这应该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共同的理想才对 除了整合工作积极进行外 根据了解国民党准基隆市长 国民党征召人选谢力公的户籍已经迁回基隆市 国民党党籍也已经在今天迁回安乐区 已经完全具备国民党征召人选的资格 就等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宣布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已经将到目前提出获得不选择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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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